《降原诺》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 一位女性为了复仇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引发了一场轰动的案件 这部电影由张子怡主演 目前正在筹备中 剧本还处于保密阶段 但据说会拍成一部叠战片 风格和题材都很有看点 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已经确定是张子怡 但是女二的角色却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因为这个角色的戏份也很重 而且有可能会冲击奖项 所以很多女星都想要争取这个机会 据说赵丽颖、杨幂、妮妮三位八五花都在竞争这个角色 目前杨幂的胜算最大 因为她在片酬上做了很大的让步 而且她对得奖也有很大的野心 杨幂为了能够参演这部电影 不惜降低了自己的身价 这让很多人感到惊讶 也让很多人感到好奇 有人调侃说杨幂是不是恨刘凯威 所以要拍一部杀夫电影 但这只是一个玩笑 和刘凯威没有什么关系 杨幂现在的事业已经很成功 她不再受制于以前的束缚 她想要拍一些有挑战性和含金量的电影 证明自己的实力和价值 降员弄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她想要借此冲击奖项 提升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 杨幂和刘凯威的感情已经结束了 他们现在的关系还算和平 没有什么大的冲突 杨幂也已经找回了自己的母爱 她想要得到孩子的抚养权 和刘家达成了和解 她之前发的一些通稿 也是为了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不是为了攻击刘凯威 杨幂现在的生活已经不再受刘凯威的影响 她有自己的目标和追求 降员弄是一部有着很高期待的电影 她的女二角色也是一个很抢手的角色 杨幂为了能够参演这部电影 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也展现了她的敬业精神和拼搏精神 她的选择 也让很多人对她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 我们希望她能够实现自己的电影梦 也希望她能够在感情上找到自己的幸福